终于有人知道催生政府说要帮大家养 但其实生也要让所有的人赶生才可以 现在呢为了解决少子化危机 行政院终于拍板了多项的催生新政了 这里头包含了扩大不孕症治疗补助 产检次数呢说增加到14次 同时放宽了两个爸爸跟妈妈 两个人都可以同时申请育婴流停 加码育婴流停津贴等等 预计呢要投入近百亿元 好其实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不是完全的没有 可是现在这个补助到底能不能用 政府开始重新的来省事过程了 原因是呢目前有非常多的排付条款限制 也因为这样所以造成有很多人呢 其实他可能需要来申请补助 但是他条件不吻合 特别是目前很多的女性 因为工作职场投入的关系 所以确实结婚可能年龄稍稍晚一些些 那如果说呢他有希望能够来做试管婴儿的话 就会发现可能目前的政策是没有办法让他申请的 包括说排付条款 而未来呢则是会改变 包括了非中低收入户 也可以来申请试管婴儿补助 第一次呢上线是10万元 那么残检的部分则是可以补助到14次 另外呢每一个孕妇每一次在怀孕的时候都会做的包括认成糖尿病啊 或者是贫血抽验等等 现在呢也会增加补助 超音波的部分呢也会再增加 你要知道先前哦在试验的时候 其实也有过 可是问题是六年来每年受益的人数呢只有20对 而且你知道只催生出7个宝宝 这样子的一个效率 现在必须要全面全盘的来重新应对 而特别是呢对于育婴架的部分 很多人说是因为不敢生 因为不知道养不养得起 甚至呢在请育婴假的时候不知道谁能够来养 而也因为这样 现在在育婴留停津贴的部分从六成可以提升到八成 同时呢本来是爸爸或妈妈只有一个人可以请育婴假 但现在两个人可以同时请育婴假 而且都可以申请津贴 好这件事情就让很多人说 是不是可以再提升 这年轻爸妈他们想要生小孩子这样的一个意愿 而这一件事情呢也成为今天早上 很多爸爸妈妈非常关注的焦点了 不过再来看到是美国中情局 他们其实是预测 说在2021年各国的生育率 因为台湾是最后一名 也才让政府知道说 原来现在台湾的少子化状况 已经这么样的严重 国安危机必须要大大的来抢救 所以才会推出这么一系列大力多的催生计划 台湾生育率逐年下降 美国CIA还预测台湾今年的生育率会是全球最后一名 抢救出生率 蔡政府寄出大礼包催生 双薪家庭父母可同时请育婴假 留职停薪补助也从原本的六成薪提升到八成薪 也就是月薪三万五 补助可以从两万一提高到两万八 多领七千最多可领六个月 应该说不无小补啦 对啊有补助政府如果有帮忙的话 那大家当然就是比较愿意生啊 例外产检补助次数也提高 从原本的十次提高到十四次 有薪产检价也从五天增加到七天 不是减轻新手爸妈负担 更扩大不孕症治疗补助 而且不限中低收入户 人工收益每胎最高能申请六次 一般身份第一次最高补助十万元 之后每次六万元 低收入户则是最高一次十五万元 帮助响生的民众来圆梦 进行相关人工升职 不只是非常辛苦 而且负担非常沉重 其实那个费用不低 而且很少是做一次就成功 可能要两次到三次 将近千亿的预算 来帮助有意愿的人怀孕 从育婴育儿整个阶段 都由国家和你一起养 这样子的补助的话 可能是杯水测薪 那实际上大环境 可能还没有办法好好的调整 如今生活压力变大 生小孩变成负担 政府再不端出牛肉 少子化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国安危机已经变成现在进行事 记者有新闻 小学国豪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